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基本上呢这款游戏它是属于线上游戏的一种 所以玩家们在第一次进入游戏之后呢 我们要先申请自己的账号与密码 之后这样我们才可以进到游戏里面 那我们在进入游戏之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角色 那我当初所选择的角色呢 是刻苦耐劳的法王 也就是法师的类型 那它其实里面呢有四种角色可以供玩家们去选择 那剩下的角色就让玩家们去下载的时候 再来看看啰 好那我们就先进入到游戏里面看看啰 那么由于这款游戏呢 它其实呢是穿越了三个人身间的尺度 分别是人 神 与妖 那我们现在已经成功进入到游戏里面啰 那我就先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游戏的页面 首先呢在我们的左上角这边 这边显示的是我们玩家目前的资讯 而这边的商呢则是我们的商品的部分 我们可以在里面购买一些比较特别的用具 那么再来呢右下角这边这三个小圈圈 则是我们玩家目前可以使出的绝技哦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假如我们的玩家在游戏里面闲置了一下下子的时候呢 他也会告诉我们 诶 目前我们正在打坐 哇塞 连休息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我们也都能够获得经验值呢 那么在这边其他这边还有一些部分 譬如说地图 地图呢则是可以跟我们介绍我们目前所处的位置 那相信大家现在一定对于打怪迫不及待了吧 那我们就先来攻击一些怪物哦 那我们刚刚由于白素贞还没有收服小青 所以呢小青我们还要必须去攻击小青的部署青蛇 那打怪的步骤其实很简单 只要我们点选怪物 哇塞 我们的玩家马上就会发出超级厉害的法术 来攻击那个怪兽哦 所以呢这款游戏他打斗的过程其实相当的特别 哇 刚刚轻轻松动的就已经结束了一款 一场打怪的过程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 玩家后面其实我们也可以养宠物哦 在游戏里面有的收服的怪兽 是可以充足我们的宠物的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点选宠物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目前可爱宠物的资讯哦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选择 他是要帮助我们一起攻击怪兽呢 还是呢就让我们自己攻击而已 那假如大家不想要弄宠物的时候 也可以按召回 他就会成功被召回咯 那么这款游戏呢 他基本上我觉得他是一款相当容易的游戏 因为当玩家们在解决主线任务的时候 我们只要点选主线任务 这样子呢我们里面的游戏人物 就会自己跑去我们该解热物的地方 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持续的不断向前 也不用担心在这个广大游戏中迷路咯 所以呢这款游戏呢 基本上大致上就介绍到这边 假如玩家们想要体验看看 白蛇传中的爱恨情仇 我们绝对不能忘记 一定要到游戏速播里面 影片右下方的官方下载 去下载这款欲先赢 让我们一起来推倒雷风塔 救出白素贞 OK那我们今天的游戏就介绍到这边 玩家们赶快去救出白素贞吧 拜拜